Hibby田富珍2022年在意大利E的 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裴洛西访台期间 刚好开心分享吃意大利面的照片 就这样挑动小粉红的敏感神经 被贴上台独标签 甚至连2010年推出的歌曲《离岛》 也被只有台独倾向 被中国音乐平台下架 Hibby也没再去中国演出 如今近两年过去了 Hibby传出将在5月2号参加中国天津 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 消息一处再次成为焦点 中国粉丝很开心但小粉红伤心咯 主办单位转发Hibby在微博分享音乐节资讯文案 同心相知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小幸运 就改写成同心相知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最美好的小幸运 让人造许多小粉红紧咬不放 留言狂刷一排抵制台独艺人